怎么来挑一把好的词 怎么来审断呢 现在一般 最基本的就是一个弦高 弦高的这个 弦距 弦距距这个前面的 这个高度 一般以这个气氛的地方 以这个四弦为例吧 气氛这地方就是 弦高的距这个前面的 一般是五毫米比较合理 在你弹奏的过程中的手感会 比较舒适 感觉不到抗指 太高了 有的那个琴的这个弦太高 它就感觉到会 手指会累的 比较累一些 太低了呢 也不行 有时就会造成一些 撒音打板 这是一个 就是一个恰当的一个尺寸吧 恰当的一个高度 一般像那个 大多数呢 像这个一弦二弦这块 一般高度在六毫米 六点五六毫米都可以 但是四弦以后呢 一般就是五毫米 在五毫米范围内就可以 这是弦高 再有就是这个低头 琴的这个有硬的低头呢 低头也是有一个合理的范围 低了太多也没有必要 也不是说低的越多越好 有一个合理的尺寸就行了 一般这个像越山这块呢 高度在十五 七弦这十五毫米 一弦这十七毫米 或者是十六毫米 十八毫米 差两毫米都可以 太高了也不好看了 影响美观了 低头呢 低的少了 这个越山这块高度又不够 所以这都是在一个 合理的尺寸范围内 再就是对弧度 弧度呢 也是要恰到好处 太大太小太平了 都不太好用 就是从外观上看 最最基本的吧 主要从表面看 那要反过来 要看的底牌 要注意这个形象 会影响到这个琴的声音吗 背面呢 主要就是说这个 在这个 一般是 就是平一些 看着平一些就行 特别像这个 琴枕后边这块呢 要平 你平里放琴 才能放稳当了 有的这块不平 放不稳当 主要检查这块 看看这个平整度 有没有 底板有没有开裂 有没有变形 主要是看看开裂 对着光泽这么晃一晃 就能够发现这个 底板 哪还有没有开裂 就是一些暗裂 有时你不仔细看 就不冲着光泽来 晃动啥呢 你发现不了 这个暗裂 对吧 一般你检查 特别买心裙的时候呢 在外观上 检查要冲着光泽啊 来看一看 有时明裂 链你好发现 暗裂你不容易看到 对吧 容易裂的地方 有琴头 有的时候容易裂 但有这个 特别在这个 面板这块 对吧 一定要检查 在弦路这块 看看有没有裂 对吧 裂了那将来都要修的 特别新买的时候 要避免这些情况 好 对吧